我們學佛的最好的方式是不要有一個有求的心 我們做這件事是想利益一切眾生 人也好、狗也好、諸也好 最好我們學的東西是可以利益一切 而一切眾生是包括自己 而事實上當你去學、去做、去練習的時候 第一個利益當然是自己 然後你再去利益其他眾生 你的效果是會好很多 如果只是為了自己 那效果就會有限